你吃了吗?这是我们生活中打招呼最常见的问候语 这两天监测团队再次拍摄到了象宝宝吃奶的镜头 不同的是爱强劲的象宝宝一边吃奶一边还不忘用鼻子和小伙伴打招呼 7月9号在野生亚洲象监测过程中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队拍到这样一幕 赶了一天路象宝宝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但象妈妈却很谨慎 她带着宝宝找到一处隐蔽的地方才让宝宝尽情地瞬息如知 这时候从旁边走过来一头小象 卷起自己鼻子轻轻地触碰象妈的大耳朵 好像说了句悄悄话招呼一声就要走 看到小象这么有礼貌象宝宝也主动停下来 伸长鼻子和这头小象打起了招呼 据前方专家组介绍 这种行为是大象之间一种亲密的互动 用来增进彼此的感情 类似于人和人相互问候 这是他们的一种肢体语言 表达一种比较亲密的一种情感 也就是通过这些形式 那么加强了个体之间的一些联续 看来象妈肯定没少操心 别看咱们的象宝宝 平时调皮捣蛋甚至耍赖 但在象群这个大家庭里 关键时候 他还是个知书达理 懂礼貌的小家伙呢